我姓侯 叫做靖謙 在一間小學學校裏面的教書 我們很喜歡小朋友 從我們拍拖的時候 就已經想起想生幾個小朋友 所以我們是非常喜歡小朋友的 其實領養從來未出現過在我們的腦子裏面 令我覺得一來很少聽 二來其實是很遙遠的 覺得跟我們沒有關係 什麼時候開始有關係呢 就是我們很想有小朋友 但我們用盡方法 無論是看中醫、細醫 總之用盡的方法 我們都用盡的了 但還是沒有辦法有自己的小朋友 從那開始就慢慢開始去想 究竟是不是真的要有其他方法 包括領養呢 考慮的事其實都很多 因為我覺得是很好的 MOTHER CHOICE 配套很好 就是她從我們申請領養的時候 除了要見社工之外 她有很多工作方案給你上 所以在裏面當中有很多有經驗 有經歷的領養父母 去分享她們曾經想過的事情 或者她在經歷的事情 有時很有趣就是 我們所想的原來在現實上的環境是不會出現的 又或者是原來不只是領養家庭才會出現 究竟根本就是 就算是自己生的那些家庭 都會出現同一種情況的 所以我覺得原來領養又不是一個很 很特別困難的事情來的 另外亦都會想就是 有些工作坊都會改一句 就是叫做挑戰一些問題 如果你的小朋友到時一天跟你說 你不是我生的 當然啦 你這樣對我 因為我不是你生的 所以你就這樣對我 你也不是我爸爸 你不是我媽媽 是的 當她這樣問一條這樣的問題 她去挑戰你的時候 你能夠承受得到呢? 我們其實這個問題都想了幾天的 是的 後來最後就解決方法就是 那個領養父母也說 其實不是領養家庭才會這樣 就算是自己親生的家庭 她也會這樣挑戰你的 另外亦都有想想的 例如她小朋友來自甚麼家庭呢? 其實我不是介意她的家庭是否貧窮 而是擔心譬如知道都會複雜的 但是你就要在未知這些事之前 你就已經做了一個一生的決定 就是我願意領養這個小朋友 而從她一生一世 那我能不能夠去承擔呢? 就是我心態上承擔 或者我能力上能不能夠承擔得到呢? 就是這些都會去考量 是的 當然又有很多自己去調職的 我又調職到自己是甚麼呢? 就是 其實你十月懷胎的那些小朋友 都不保證一定是健康的 是吧? 都不保證健康的 有些人說 照了出來有甚麼問題 怎料刪除又沒有問題 照了出來沒有問題 但是刪除又有問題 其實你十月懷胎 你也是有一個這樣的風險的 其實 其實也沒有太特別 其實也會面對這風險的 也是 那我又放下 其實我覺得 現在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 無論是領養父母 或者是生父生母 都沒有甚麼分別 因為都是Parenting的去處理那些小朋友 不過有一個例子 就是我自己到現在都很深刻 就是有一次 帶一個大兒子去商場走 他走過家師傅 我們就說 將來我們睡這裡 因為他的廚窗就是 上下床 下床 我便說 將來我們都要轉 和弟弟睡這裡 睡這個上下床 那天那一晚 就 怎麼可以睡這裡 我說 不是 不是睡這裡 我不以為意 帶過 那天回到家 很癡身癡細 我們就發現原來 叫他睡這裡 他以為誤會了 睡商場裏的床 我就覺得那句說話 很刺激 他自己是覺得 他會覺得 又要面臨分離 或者面臨 我不能夠在這個家裡 繼續在這裡 因為他 他離我們家之前 就轉過兩個家庭 所以 其實連他的生母 是三家 十一個月大的孩子 轉過三家 我想不是一般小朋友 會想得到的情況 我又可以分享多一個例子 就是 真是有影響的 就是 大兒子 他領養回來的時候 其實 大概一歲左右 我很記得有一天 因為要收拾東西 剛剛他回來 準備收拾東西 收拾箱 開箱 突然 他很乖的 坐在那裡 看著你收拾東西 突然間 他突然間 喊得很厲害 喊得很厲害 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 最後 慢慢慢慢 我們留意到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見到我們收拾東西 我相信他見到我們收拾東西 就又覺得 又要離開了 又要去搬家了 他很異常 他在外面看著你 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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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喊得很厲害 我們那一次 其實就 就開始回憶 原來他雖然很小 但原來可能他小小的 那些 可能他的經驗 記憶 其實可能 真的有影響 之前給他 就遷就他了 即是被愛他 建立了那個愛的基礎 其實有些事情不來的時候 就會容易處理 其實有很多地方 我都覺得很感動 有時候他睡著了 我們會去討好 有時候看著他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感恩 會覺得我們是一對 無疑無疑的夫婦 但看著他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咦? 我們居然有個小朋友 而且又很特別 這份小朋友是 另一個 生父生母所生的 但又在我們家庭裏面 那種關係其實 很有趣 我覺得讓我感動 更加明白上帝的愛 那種 那種是超越了很多的框架 那種愛 我覺得這個是很令我去感動 我也會跟十年次的侯青青說 不用那麼辛苦 到處去醫生 你不如快點領養 你就能夠早些 可以享受家庭之樂 好 好 我是侯青軒 我是梁健欣 我們是領養父母 我們是領養父母 來自助養父母 你知道一下 我感動一下 我來自助養父母 我來自助養父母 我們在一起